而大陆节目《我是歌手》将在后天进行总决赛 这当中的台湾艺人林志炫还有杨宗伟他们的争霸战是最受瞩目的 而大陆的资深部落客他们就依据歌手理解歌曲 翻唱创新和融入情绪等等能力 提出一个所谓叫歌伤这样的概念 结果他们是给了杨宗伟97分是胜过了林志炫的80分 只是杨宗伟在受访的时候说自己从不觉得自己是艺人 还说就算他没有红也无所谓 但对于这总决赛的最新战况如何呢 外传者林志炫可能找肖静腾来搭档帮唱 杨宗伟这方面倒是没有回应 在半决赛拿下冠军的杨宗伟 星期二晚上从台湾飞顶湖南长沙 如果和肖静腾同台PK的话会不会有压力 因为一路跟肖静腾都是在星光大道的时候就是竞争很紧 但如果总决赛遇上肖静腾的话会不会有压力 杨宗伟绝口不谈总决赛 据传林志炫在总决赛可能和肖静腾合唱 形成杨宗伟对上肖静腾的战局 杨宗伟低调抵达长沙 没有粉丝接机现场倒是有大